新传媒8频道和5频道今晚将分别播出 华语版和英语版的《新加坡大选2020政党论证》 这个长达一个小时的节目将分成两个环节 四名候选人将在第一个环节就失业、协助企业和社会流动性 这三个议题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在第二个环节中 候选人将回答由别的候选人发出的提问 昨天的大选提名程序结束之后 新传媒立即同派出最多候选人的四个政党联系 包括人民行动党、前进党、工人党和民主党 邀请他们各派一名代表参与今晚播出的政党论证 今天下午新传媒接到工人党的正式通知 将不派代表参与华语版的政党论证 不过仍将参与英语版的政党论证 5频道将在今晚8点播出英语版的政党论证 并在亚洲新闻台938电台和亚洲新闻台网站同步播出 而至于华语版的政党论证 则将在今天晚上9点在8频道播出 您也可以通过958城市频道同步收听 或者是在八世界的网站上去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